你知道吗 长不长肉给你吃多少 其实关系并不大 而是跟你什么时候吃有关 没错脂肪也有休息期 只要你把握得住 就能轻松地保持身材 原来在一天内 脂肪的变化分为四个阶段 早上七点至八点是营养期 这也是吃早饭的时间 因此早餐最好营养丰富 即使吃多一点也不会变胖 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 则是燃烧期 这时只要多喝热水 就能加速脂肪燃烧 到了下午四点至晚上九点 脂肪就进入了休息期 这时多吃水果和蔬菜 则对保持身材很有帮助 而晚上九点到凌晨五点 就是脂肪的疼积期了 在这几天最好不要进食 因为你吃多少就会胖多少 那么今天的干饭小技巧 你把我订了吗 对对我 下期刻骨 有其他蚂蚁孩子的蚂蚁 你见过吗